早安 好 感謝我們的航港局提供這個機會 讓我們在下地人 我在這裡有賣這個機會 真的十二萬分的感謝 在這裡面我們稍微 只是很簡單的 把一些我們平常應該 航行當值大家注意的事情 稍微在這裡做一個簡單的提示 並沒有很深入的一些技術 在這裡面 所以等一下 各位就要寫這個獎勵 太過分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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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在航行的時候 毫無疑問的 第一個就是 航行計劃 我們的航行計劃 法律商對航行計劃的要求 基本上是相當嚴謹 而且是總蠻重要的 不僅僅是SDCW工業有要求 SORUS ISM 還有當地一些國家的特别要求 我們都要考慮 不是只有像一般 common sense 裡面想要說 我航行計劃行經過的水域 有哪些危險 水生足不足 那是不夠的 譬如說 航行計劃 在理想上 Model course 裡面跟我們講 航行計劃 基本上是要分四個階段 PDCA 相信大家都知道 從計劃 然後緯度 然後修正 再執行 分四大步驟來做 隨時不停地retify這些航行計劃 可是呢 我們的航行計劃在執行上 我們是這樣的計劃沒有錯 可是我們的執行上 你是不是真的會照顧 你原先的航行計劃未成 這就是問題 你真的有辦法 按照你所定的航行計劃 真的去執行嗎 你真的有做到嗎 這時候 我們就要相當的慎重回頭想一想 是不是這些都要有 不是法律要求不夠注意 或者船東的管理責任 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航行計劃總需要海圖 總需要航海圖書 你不能寄望船東主動提供給你航海圖書 也不能寄望公司主動提供給你海圖修正的資料 這個是你當職責現場人員 你要對你自己航行這個航段 所應該具備的海圖 航海圖書應該收集的information 那是你船上要提出來 你如果沒提出這個要求 然後就說公司沒有給這些圖書的話 航行計劃 那也是實質 航行計劃information correction 是現場的一種證明 在這裡面 譬如說 我們要考慮的 包括後面航行計劃所經過的損域 這些東西 有沒有想過 我們這個航行計劃在做的時候 給他考慮 不是你的saving的問題而已 你的航行計劃經過經濟水域 會不會牽涉到 那個地方要求你用低流燃油 生態管制區 甚至你跨的航線 會不會太偏離當地政府的一些特殊要求 譬如說 他告訴你某些範圍 你不得航行經過太近 你航行經過太近 闖入他一些線阻區 進行區這些問題 這些一般來講 都是要你很周延的去收集 這些航行計劃的領域 你選以後 你才做出這個計劃 在航行計劃在執行上 我已經講過了 計劃表面上看計劃是很容易的 但是真正執行起來 它細部的問題就開始逐一復現 航船報告的修正 第一項 按照TOKOMO去年報告的資料 Navigation Safety的缺失 即賜於求生滅火 它的件數有17000多件 滅火設備的缺失是18000多件 航行計劃 Navigation Safety的問題 一直在各種MALL的統計資料裡面 名列前三名 一直沒有變過 十年來還是如此 這凸顯了我們對航行計劃 Navigation Safety的重要性 航船報告的修正 我想請教一下 目前航船報告在台灣是怎麼公告的 現在還有沒有人知道 台灣的航船報告的公告 是要各位自己主動上網去找的 而不是像以前 海軍水稻測量局主動發布的 現在台灣航船報告 都是你自己上網去找的 如果是英國一本一本 早期我們都講 Notice to Marina 是免費的 現在已經不再是免費了 所以這些航行計劃Information的取得 必須你發揮得極為積極 主動去找尋這個資訊 你才能拿到你所要的 而不是在人家主動提供給你 官方版本海圖 什麼叫做官方版本海圖 官方版本海圖 基本上必須跟各位報告 很清楚的 就是當地政府所出版的海圖 他才有資格叫做官方版本 因為只有當地政府他出版自己的海圖 當地政府能夠對那些航行警訊的資料負責 因此 你如果拿英國海圖 到了其他國家裡面去 甚至包括ECBIS的海圖 你到其他國家去 因為你是沒有辦法去主張官方版本 這個觀念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 舉個例子來講 大陸的大連 他就經常挑戰 PSC上傳 你用英國圖 他說你ECDS是要裝嗎 但是沒有叫你用 我現在官方版本還是資本 所以這個觀念一定要搞清楚 不要以為英國圖出版電子海圖 那要用要裝 要不要用 是另外一回事 要裝 因為如果你了解電子海圖 基本的立法肯定 backup 兩個字 就有很重的思維在後面 他的backup 並不是只說你的背源系統而已 他backup還要包括什麼 回溯追蹤 你所有操作過程 包括你游標移動過 講明一點 以往有很多狀況 還是事故發生以後 開始回溯做假床位 一旦你用電子海圖以後 你不要想不夠再施展這一招 電子海圖把你所有航行 所看到的環境 全部monitor抓下來 完全沒有辦法躲避 直接一點講 電子海圖很大的功能 就是在追蹤你航行環境 與實際遭遇的狀況 彌補AIS監控的不足 航行所需要的資訊 緊急應變 很多人在發航線的時候 或港口經過的時候 很容易忘了這件事情 那個水域附近 有沒有緊急應變 你如果突發事故 你要開到哪裡 緊急應變的毛區 你有沒有先規劃出來 有狀況你要到那裡去 停車做處理 跨航行計畫 每一段水域都要幾乎 擁有記住 難免會有狀況 要有一些緊急應變的水域 你熱得出來 有些是官方定出來的 有些是你自己 要事先在規劃的 天氣不要講 天氣資訊的收集 不能夠完全被動的說 我的天氣 因為我有參加氣象導航 所有天氣資訊 會由氣象導航公司 提供給我們 不會的 當你面對海事事故 獲存禮別的時候 人家在追你 丟Divisions 請免之注意 這個法律責任 丟Divisions 請免責任 包括就是你要主動去 collect 這些collect的方向 以台灣為例 颱風的消息 從哪裡可以獲得 電視可以獲得 收音機可以獲得 另外還有是什麼 我們當地政府 會透過衛星 Meditex也會告訴大家 這裡面有很多的 information的來源 大家都要去努力的 自己主動去收集這些 information 定制漁網 現在很多國家 包括我們台灣 在沿岸 二十公尺的水山範圍內 時常放了很多什麼 定制漁網養殖區 定制漁網養殖區 告訴你定在那地方 為什麼叫限制區 就是你最好不要從上面經過 你從上面經過 定制漁網一旦跨破 它一個海上養殖漁場 大概三五年的心血 就報廢了 你也配不完 可怕的是 定制漁網 它畫了限制區裡面 畫了一條魚 有時候還會被誤詮釋為什麼 禁止捕魚 真正不是禁止捕魚 它是下面裡面有 漁網定制區 是限制你航行 不是禁止捕魚 不要詮釋錯誤 國外SECA 這個是什麼 針對空污染 所訂出來的一些新的區域 每個國家一大堆地方都有 Sensitive Emission Control Area 美國有 英國有 甚至怎麼樣 不排除將來 其他國家也會定出這些 限制排放區 我們航行計劃定出這個位置以後 以後你的船到那個範圍裡面 你要不要事先考慮 我換了油 到那個地方開始排放的是低流燃油 還有各種規格不同的低流燃油標準 你換了油一直燒到進入那一點 瞬間開始 要多少時間 這跟船上自己本身主機耗油的特性 有關係 由於低流燃油比較貴 所以很多船都或者是船員在操作上 那注意一下 你要離開低流燃油管制區排放區 很多人太早換 一致出還沒有出SECA的範圍 你已經開始使用了一般的普通燃油 這時候你就會排放超雕 到時候被抓到輕則罰款 現在很多國家他都認為說 你沒有去注意 應注意、未注意 他常常動不動 都是用比較重的方式來處理 包括行者 生態進行區 像美國 沿岸 溫哥法那邊出來 那裡就是一個很典型的生態保護區 你走過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怎麼樣 不是只有你 不要在那裡出海事 那些排放 雖然有些東西 是可以超過12海裡排放的東西 可是你如果一遇到海洋生態保護區 或水下海洋公園 這種地方 有些垃圾 國際上允許 在當地法規範圍內 並不允許 所以這些東西 你們在走過這個地方的時候 也是要注意的 最典型的 前幾天才剛結束的是什麼 肉脊精 美國為了保護鯨魚 肉脊精 是不是 他剛從5月1號開始去取消 一直到什麼時候為止 到11月15 也就今年11月15 又開始你 你在這幾個範圍水域裡面 船航航行 速度不得超過 特定的速度 目的 要保護這些會遷徙的 入籍經驗 這些東西 都是在correct information 做航行計畫時候 要注意的 圖資的安全檢查 我還是強調 只有當地政府 對於當地所發展的最新狀況 能夠完全的看錯 舉個例子來講 假設今天出港 你港口出去 航道昨天晚上 有海事事故 下面可能有一條沉船 誰最先知道 只有當地港口最先知道 有海事事故 你如果什麼東西都依賴說 等到國外 Notice to Marino來通知你 那是三個月以後 最快 慢的話可能半年 因此這些 圖資的安全檢查 你不是只有從 Notice to Marino 我還是強調 Navitex 代理行 靈港 一上傳 重要圖資 一出版要注意事項 一般來講 靈港 代理行 都會通知 這些通通要去注意 而不是很盲目的 完全相信 只有一套的東西 航行計畫 真正在執行的時候 問題才會出來 所寫作 是不是一致 你假設定位 你假設定位 定位 定位 你是用什麼方式定位 定位的目的是要 校側傳位 確保你傳位的精確性 很靠性 動不動 走GPS GPS算不算定位 GPS的資料取得 取得後 你有沒有去校正過 有沒有去校側過 沒有校側過 GPS怎麼能夠算定位 它最多只能算是一個什麼 參考傳位 有時候當然不可能 它很準 但是不要忘記 GPS它的設計 它是一個範圍的機密 就像我們Google的手機一樣 我們手機壓個GPS位置 是不是常常出現一個藍藍的圈圈 說我們在這範圍 注意它是一個範圍的機率值 你並不表示在那個點的中心 它是個機率值 那超出的機率值以外 兩倍標準差以外 百分之五 那就是抓狂子 所以呢 有人走趴趴Go 走GPS 到最後怎麼樣 倒到南投山區裡面去了 到最後車子沒有兩條腿走出來求進 因此在儀器使用限制 我們一定要了解 它使用上有哪些限制 不能夠太過相信 所以 IMO對於 ECDIS 行李這些東西 一而在 在儂商的強調 不能過度依賴電子抗議 不能過度依賴 你一定要去做交測 這時候 我們就回歸到我們的本能問題來了 請問大家 你多久沒有真正的去 叫側船位了 你是定位還是叫側船位 定位 其實兩條位置線 就可以得到你定位 兩個距離圈 你也可以得到你定位 可是 你如果要叫側船位的話 你最好是拿到三條 腳腳良好的位置線 或三個距離圈 這也就是為什麼 ECDIS行李上 有一個很基本的定義 你如果拿 ECDIS上面功能 拿來去做叫側船位 也就是三條位置線交於一點 或者是三個距離圈 或者兩個位置線 一個距離圈 反正是三筆資料 互相交接於一點 只要那個範圍夠小 你一旦按了Accept以後 各位就可以發現 你的叫側船位資料 如果跟原先GPS定位 位置有誤差的話 這時候 位置就會跳回你 Ascent 因為你是叫側 所以你的定位 馬上取代掉GPS場位 這個功能一定要記住 PSC將來的檢查很簡單 不會再像現在那麼吃力的 看看你有沒有做這個動作 他只要叫你 ECDIS系統裡面 Library叫出來 Record 看你定位有沒有成功 一旦成功 Position 取代GPS Offset 取代馬上資料就跳過去了 要不要喝個水 這裏需要 謝謝 謝謝 在15、20年前 最早SDC到有期間在設計的時候 應該是沒有想到 GPS會發展到今天這個程度 甚至影響了我們人員的操作喜歡 所以 人加人性 因為GPS去參考資料很容易 所以一些傳統的東西 照片定位 人們必是傳位 不知不覺中 就被忘掉 更不要說 真正去執行 大家都是GPS 考試面對事故的時候 法規翻出來第一條 不曉得現在這裡面還有沒有記得 STCW 對於操作級或管理級船員 在航海職能 第一條寫什麼 利用天體 定位 這是目前國際公約 STCW上面 定值能 第一項要求 是天體定位 所以我要講 GPS的方便性 影響了我們人類 我們航海人員的操作習慣 不是說它不好 有些東西你要知道它的使用限制以後 你再來用 而且GPS現在當前的情況下 誤差多少 知不知道 你知道了 你來用 你會比較安全 這張圖 各位去看看 這是一張很有趣的 如果 你在船上操作過程中 經常是真的有在定位 有在操作海底的話 我們都會知道 我們都會知道 絕對不會一個分歸 丟在旁邊是張開的 良好的操作習慣 船上是會搖的 怎麼會一個分歸打開 置在旁邊呢 分歸圓歸 隨時隨地 一放下做別的事情 絕對是定起來 從這些小地方 我們就可以知道 平常定位習慣 行儀的使用 有沒有真正的熟悉 養成良好的習慣 從這小工作就知道 你有沒有熟悉在定位 我們在看 最近我們看人家的定位 很奇怪 良分歸正常來講 一隻手拿著 可是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很多人分歸的使用 兩隻手扳開的 在那邊看 也有 用一隻手拿著 另外一頭這樣推出去的 也有 圓歸也有 還有什麼 圓歸倒著用 拿圓歸當分歸再用 然後呢 圓歸要量距離的時候 拿鉛筆那端當底端 並在海途上 圓歸前面尖的地方 拿出去量距離 這些東西 從這小工作就知道 你到底定位 熟不熟悉 這背後的肢體裡 已經透露了很多的訊息 然後我們再來看 然後我們再來看 你們那個講述 你們可能會比較模糊一點 各位去看看 我們 墊上畫船位的時候 通常只要在 船位的附近 用2B的鉛筆 注意是2B的鉛筆 在海圖上畫是2B 你不要拿HB HB的鉛筆會太硬 會刮傷海圖 工廠習慣上 傳統都是用2B的鉛筆 定位的時候 然後位置線 只要在船位的附近 畫個短短的一截 平均大概呢 2B到3B 你用1吋左右 畫個位置線 直到2條線交角 交點 那就是船位 各位去看看這個習慣 從目標物一直畫到船位過來 這張是一整張海圖 你知道這條線有多長嗎 三十幾公分長 一個船位 一條位置線 兩條位置線 下面這裡還有 第三條位置線 還有一條比較近的 從這裡下來 四條 請問一張海圖 如果定20到30次的定位 你每次定位都是從目標物 一直畫到船位的結果 下次誰倒楣 二夫倒楣 二夫下次嗎 插這張海圖的時候嗎 插到嗎 嘴巴一直歪 然後 一直罵 所以定位要養成這樣好的習慣 應該知道 體會人家的辛苦 會這樣畫就表示什麼 二夫時候大愛沒有插過海圖 插過海圖以後 再也不會定這組船位出來 這是第一個 這張平常練習 我們看到這個問題 第二個 第二個 看的比較不清楚 看到這三角形沒有 請問 第二的船位 符號是什麼 是個半圓 絕對不會是三角形 這麼長的LOP畫出來 各位 第二個船位 跟第三個船位 你會有很多這些位置線 相互重疊畫到 那些交角以後 人家會很難判斷 到底船位在哪